今天说一下关于英国VT税号的一些设置补充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英国VT税号要怎么去说 要不是要怎么去设置 那么我们今天再接着上一次这个设置啊 就是英国现在英国这个订单呢 是需要有这个VT税号呢 然后呢有同学发现自己出了英国订单以后 去处理的时候需要填写税号 然后就有点迷茫就是没有税号再该怎么去处理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啊 就现在呢系统已经开始支持去设置VT税号了 也就是说这个VT呢 是由物流公司直接去显示这个VT税号的 所以呢我们如果你申请一个渠道 你发现它需要你填写VT税号 那么你如果非得只能用这个渠道的话 那你就需要联系他们的客服 他们会提供 那如果说你要是不想 你用其他渠道也可以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万色呀 或者是一下其他渠道 尤其是万色 那么他们已经对接了这个VT 所以呢你用这些渠道去申请 去处理英国单号 英国订单的话呢 是不会要求我们再去申请 不会再要求我们去填写VT税号的 这个订单就已经自动生成 会自动添加这个VT税号 不用我们再 不用我们再去填写了 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而且呢现在那个压批上面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补充了 就是压批上面已经显示 像很多已经提交了VT的这个物流商 那么就就是说我们直接就可以去用了 就不用再去另外再去找他们去要了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你申请单号发现要求你填写VT号 那么你直接再换一个渠道就行啊 换一个别的渠道就可以 只要能申请上去就行了 其他的也不用再去特殊设置啊 不用再去特殊设置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